再一次 片段拍得不錯 不過要辛苦博士和師姐 只要上鏡了 不辛苦很好玩 拍完這位職業專才教育短片後 對這題目也熟悉了很多 其實我們應該把影片放上我們雜誌社的網信forum 平時有很多年輕家長留言 也可以玩直播 應該也挺有draw 這個提議挺好 有得想 前兩天有個年輕人在我們的網站留言 看看有沒有辦法幫到他 我對飛機很有興趣 小時候 看著天空 看到這麼大的飛機在天空上飛 就覺得很神奇 心想 如果可以親手製造或者維修飛機 那就好了 所以很想報讀一些相關的課程 想在這方面發展 但就被媽媽反對 不用說 你的成績是可入依度business的 讀什麼飛機維修 骯髒難談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才說得他明白 這些事件在香港很普遍 香港很多家長對職業專才教育都有誤解 我想試試看幫不幫到這些年輕人 讓他們可以透過職業專才教育發展到他們的事業 話雖如此 剛才那位媽媽說的事都未上沒有道理 博士 我們做傳媒的客觀點好些 對 客觀很重要 博士 你是傳統大學出身 我想透過你這個角度 去了解多些職業專才教育的課程 好啊 記得客觀點 好啊 你好 你好 是 你 你 你們 同學,我看你手勢很專業 你在讀的是甚麼課程? 我是健康科學學士榮譽學位課程的學生 主修護理學 在這個課程中,我們會有一系列的護理專業訓練 當中包括課堂、導修課和護理實習 課程主張問題導向學習、挑戰導向學習 和病例導向學習 令我們可以充分運用到書本上學到的知識和理論 我看你的上課很認真,不停在練習 對,因為我覺得護士有很獨特的價值 在不同的時候,都擔當著不同的角色 無論在照顧、諮詢、協調、甚至乎在教育 對於病人和整個醫療的團體都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護士是一份很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工作 我們抱著關於社會的精神 希望運用學到的知識 去幫助有需要的人達至身心健康 你好像對我們的工程系很有興趣感 是啊 博士 喂 怎麼這麼巧 你怎麼在這裡 是啊,我知道你在找資料 所以打算叫姚Sir幫忙 誰知道你化了一步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好 我之前對你很壞嗎 不如這樣吧 你們兩個一起跟我上課 親身感受一下 好啊 小姐,你嘗試探前摸一下 嘩 好啊 你會嘗試探前摸一下 嘩 嘩 嘩 職業專載課程的特點在哪裏呢 職業專載教育課程的特點是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和抱負 去選擇合適的途徑發展所長 課程的教學手法著重傳授實際技能 強調實踐經驗和成效 重點並不是只是傳授知識和技能 而課程涵蓋到大學的程度 而當中很大的比重都是職業技能和專業的知識 職業專載教育能夠培養學生的專業知識 實用的技能和應有的態度 令他們在廣泛的相關學業有效地履行職務 是具價值的升學和進修的選擇 用VR上課我也是第一次 虛擬實境現在漸吹普及 我們的課程亦都開始運用虛擬實境來輔助教學 虛擬實境利用電腦模擬 產生一個三維空間的模擬世界 學生穿大了裝置之後 有如身歷其境一樣去模擬學習 增加學生的投入度 最重要是提高學生在工作上的安全意識 除了模擬學習之外 學生可否接觸到真實的訓練 當然有 我們會安排學生去工場實習 例如修讀飛機工程的學生 會到飛機維修工場上課 其實我們這個課程的中文名叫 飛機維修工程高級問題課程 其實你看到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 看到後面有架飛機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飛機維修的 一個Hanger 即維修庫 其實我們當中的同學 會在課程期間 安排在這裡做一些簡單的 飛機維修實習 工場安裝的設施 都是根據現時業界所用的 目的是令學生可以熟習 未來的工作環境和安全的手質 搞甚麼 今天訪問同學 就打算在網上做一個live 給鼎爺看 現在開始了 我們先跟鼎爺說個hi Hello Jonah 為甚麼你會選擇報讀這個課程 因為我本身喜歡機械 所以就報讀了機械工程的高級文憑 選科和選院校的時候 我有看過這裡課程的認受性 畢業之後 會不會有認可的智力 去投身相關的工作 同時我知道畢業生的就業率 相當之高 甚至有師兄師姐 會在他們的實習機構繼續工作 最初報讀的時候 有甚麼要考慮 還有家人又怎樣看呢 我家人很贊成我讀這個科 對我選擇這個 職業專才教育的課程都非常放心 給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勵 我很有信心在完成高級文憑課程之後 可以繼續升學或者投身工程行業 向專業路進化 可以按著自己的興趣讀書 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這樣很羨慕 是的 我總覺得還差點兒 我知道 所以現在就帶你一起去 Hello Angela Hello 師姐 Hello Angela Hello 你好 博士知道你想了解多些 職業專才課程學生的升學選擇 所以專程約了Angela 和我們聊聊天 Angela 我聽師姐說 你完成了職業專才課程之後 就銜接上大學的學士學位課程 過程是怎樣的呢 完成了那級文憑課程之後 我就銜接了去一間本地大學 就到一個會議展覽的學士學位課程 那就是兩年底的課程 完成了學士學位課程之後 我都投身了去一間五星級的酒店工作 主要是負責做前台接待的工作 你覺得職業專才教育怎樣幫助你繼續升學 我覺得學校的設施和課程的安排都很重要 學校裡面都會有一些無異的酒店房間 酒店前台和機倉等等 令到我們都可以親身體驗到真實的工作環境 學校也都邀請了一些酒店業界的資深導師去教我們 分享了很多不同真實的個案經驗給我們 最重要是學校幫我們安排一些酒店的實習 令到我們可以學以致用 我在讀書的時候 我都曾經報考過一個英文的公開試 因為我知道做酒店業來說 語文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都不斷增值自己去學一些不同的語言 做得不錯 多多師姐幫忙而已 為何突然這麼客氣 大家一起拍照 我覺得職業專才教育這個題目是有得做的 但我想你倆幫我再找多一些故事回來 好啊 我們等一下